好 就在昨天晚上 反黑箱福茂民主阵线的民间团体跟学生 他们突破了立法院警力冲入立法院议场 扬言要占据到21号 要求福茂协议实质的逐条审查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昨天晚上也出面表示看法 国民党竟然用多数暴力 蛮横的把白子黑字所写的协议 硬是失毁 而且就要让它所谓的进行生效 引起全民愤怒 学生非常的被激怒 那这个是学生自发自救的行为 这我们在这里特别的要呼吁 马总统要道歉 立法院王院长绝不能允许 警察进入国会议场来对付学生 包括苏正昌 还有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 谢长廷 游席坤 跟台大医师柯文哲等人 都现身立法院议场外静坐 那么为了防止动用警力清场 还和绿营立委守住 通往议场的各个门口 和警方对峙 绿营除了要求服贸协议逐条审查 也要求总统马英九 要和国民党立刻亲自到国会 回应人民的诉求